大家好,这里是FLMorning999,屡屡私塾,线上Radio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酪梨怎么吃 不用等酪梨全黑,地头黑的时候全身摸起来软软的,就可以开始剥皮咯 只要用刀横切转一圈,即可变成两半酪梨 中间有一颗酪梨籽,酪梨籽非常的好 请将它洗干净,留下来煮茶喝 第一种切法,直接对切酪梨 因为此时酪梨已经成熟了,所以就可以把这个皮轻轻的剥下 黑黑的地头可以把它切除 之后呢,整个皮切好,再切块 切块之后可以直接吃风味独特哦 也可以沾酱油来吃 那么第二种剥法呢,是什么剥法 第二种剥法非常的特殊,更加的容易 但是你要确定你的酪梨已经成熟了 酪梨皮已经跟果肉分离,所以可以轻松的把酪梨剥除 就可以变成一块块的酪梨快乐 记得双手要洗干净哦 至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家的酪梨呢 还是绿色的时候就可以这么轻松的剥皮了 非常的好玩哦 接下来请各位将酪梨籽洗干净 留下来煮茶,但是性凉 请衡量身体状况 1500cc的水,对一颗酪梨籽切片下去煮成酪梨茶 至于其他的酪梨呢,可以蘸酱油 蘸蒜蓉酱油,或是wasabi酱油 这个是我们家的酪梨树 常常会长到路边,跟路边的路人共享我们的酪梨哦 最后绿绿送上我画下的酪梨树 当然是有一点强化酪梨的感觉 让它变得又高又壮 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